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为什么有些人学佛后却万般不顺 我们每个人 纵然今生没有造任何罪业 或者想不起造了什么罪业 但从无始以来 在漫长的轮回中 阿赖耶上所积累的罪业也是无边无际 以此必然要感受不堪设想的果报 大致多论上说 即使大海的水干涸了 须弥山倒塌了 可往昔所造的业也不会被摧毁 终将成熟于自己的相续 我们就算做了一点一滴的善事 七果到时候也一定会成熟 就算造了微不足道的罪业 正如百叶经所言 果报不会成熟于外境的地 水 火 风上 只会成熟在自己的运 界 畜上 所以 大家不要认为 我从小就喜欢做善事 从来没造过恶业 为什么还要感受痛苦 不公平 这种说法是不懂因果的表现 就像有人学了学佛之后 要么生病 要么遇到怨敌 要么家庭不和 各种各样的违缘特别大 痛苦甚至比一般人还强烈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不该学佛 或学佛时魔王波寻来干扰呢 绝非如此 而是因为学佛修行的加持非常大 能令自己重罪轻受 本要在地狱 恶鬼 旁生里感受的巨苦 现在仅以疾病或为原的方式 即可化解了 有些人认为 没修法使我很健康 可是一修法以后 身体马上就不行了 这是不懂佛理的见解 学佛后遇到一点点挫折 就立刻怪罪于法 然后退世信心 却不知自己所感受的痛苦 皆是源自昔日的果报 其实在历史上 这种现象也是抚养皆实 例如唐玄藏的上师戒贤长老 长期主持印度纳烂陀寺 德高望重 明镇四方 玄藏到印度时 他已年过百岁 当他听说玄藏来自东土大唐 竟然老泪纵横 气不成声 原来 这里有一段非常神奇的姻缘 三年前 戒贤长老身患怪病 痛苦万分 虽然他修行了那么长时间 但仍无法忍受病痛的折磨 想要自杀了却残生 当天晚上 他就梦到了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告诉他 你在九远节前 当过许多次国王 做了许多迫害百姓的恶行 本应堕落恶道 长久受苦 但因你这一世弘扬大成教法 立意了无数众生 所以 地狱大苦暴 转变成了目前的人间小病苦 你最好还是继续忍受 再过三年 有位大唐僧人会来此拜你为师 求受佛法 你若将佛法传授给他 身体就会康复 后来 玄奘的受法药之后 他的病痛果然消除了 由此公案可以了知 有些大德显现生病 或者出现种种不顺 这并没有违反因果规律 同样 我们一般修行人 出现为原 这也是将来时的大苦 轻爆于今生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 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этом赞